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巨大的水怪猛然窜出水面 渔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撞入水中 摄氏十度的湖水不会给它游回岸边的机会 坠入这样冰冷的水中 人不仅难以生存 就连尸体都不会漂浮上来 这个被巨大怪兽袭击的人将永远沉入近三百米深的湖底 看到这里你千万别以为这又是什么狗血的科幻恐怖片 这个故事曾在阿拉斯加真实的上演过 这个可怕的冰湖就是这里最大的湖泊伊利亚姆纳湖 当然与尼斯湖水怪天池水怪一样 伊利亚姆纳湖的水怪也从未被抓到过 科学质上的专家们也不会相信有什么意乎寻常的怪兽真实存在 根据当地目击者描述以及误种分析 大家基本认定 这个在阿拉斯加让人恐惧万分的湖怪 正是活化石高手群 也称美国白群 高手群在太平洋东岸地区分布范围很广 北至阿拉斯加库克湾 南达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半岛北部 在北美高手群是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主要基督于哥伦比亚河 萨克拉门托河等水系 它们的寿命极长 此语要到15至20岁才能性成熟 开始产老 此时它们的体长已经达到了1.5米以上 此后它们还可以继续生长数十年 长度也会不断增长 目前已知的记录 高手群可以活到104岁 体重超过800公斤 长度甚至达到了4米 如此可怕的体型 难怪有人会把它们当作不怪对待 可既然高手群是个庞然大物 会和伊利亚姆纳湖附地的居民 却很少见过它呢 这不得不提到高手群的习性 与鲨鱼这样的大型猎尸惹不同 高手群并不喜欢在水中四处游荡 它们喜欢潜伏在深深的水底 不是那里的小鱼小虾 看看它们嘴部的结构 你就会明白高手群的嘴没有大而尖利的牙齿 而是好像一个大大的吸尘器 圆弹状的嘴部可以将食物快速地吸入口中 因此它们必须要紧贴湖底 才可以最高效率地捕猎 而伊利亚姆纳湖最深处可达300米 想要一睹高手群的真容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高手群还有一个本事 就是可以在咸水中生活 长时间游异于淡水中的它们 偶尔也会进入大海的广阔世界 甚至通过大海连接其他水系 曾有动物学家用电子芯片 对高手群进行跟踪研究 结果发现它们竟通过大海游到了其他河流中 而这种迁徙与有回游息性的鱼类截然不同 它与性成熟和缠络不关 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更像是一种偶发的迁徙 这就意味着 即使在伊利亚姆纳湖现身的水怪就是高手群 它们也很有可能早就离开 去到其他的大江大河中玩耍了 如果有人一定要去寻找它们在湖中的踪迹 基本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徒劳无功 听了以上的分析 你是不是也觉得在阿拉斯加留下恐怖阴影的狐怪 正是高手群呢 如果你是个细心的人 一定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栖身湖底的它们 为何会突然窜出水面 去袭击毫无相干的人类呢 难道这是还泰林扬的前仗 再过个几年 出来的家伙个头会越来越大 攻击力越来越强 最终的目的是征服世界吗 事实就是你我都想多了 高手群之所以会袭击渔船 也同样是因为一个奇怪的习性 那就是跳跃 我们常说鲤鱼跳龙门 很多时候鱼儿在受到惊吓时会突然跃出水面 高手群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它到底是受了惊吓 还是起早做个早操 总而言之 它们的确有可能毫无征兆的跃出水面 腾空而起 想想看 一个几米长几百斤重的大家伙 撞翻一个小小渔船简直不调事 不近伊利亚姆纳湖当地的渔民已经有了更先进的船只与救生设备 或许再遇到高手群 他们的故事不会像原来一样悲惨 唯一要当心的就是 高手群是胡怪这个结论只是一种推测 至少我不敢保证那里没有真正的怪兽 感谢观看